过年这几天你胖了几斤呢 反正我妈是从我和我妹回来那天起 就开始了疯狂的投胃模式 猪肉啊 鸡肉啊 虾 蟹 应有尽有 饭桌上我们重复最多的话大概就是 哦 不吃了 不吃了 不行 吃 你必须吃 大概是母性的本能 所有的母亲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永远是饿的 我肯定没法来美国了 我得朋友妈 他们这次第二天 是公开招标 工程是不倒人的 在那个时候 哎呀 合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这是电影《九妈》的片段 超级真实 有没有 这应该是我纪事以来 唯一一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的春节 所以我在家把这两天热议的《九妈》看了 虽然是喜剧片 但其中好几个镜头都让我泪目 有好几个情节都让我对母子关系 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观感以及探讨 中国式母子亲密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要欺而不舍地改造我呢 作业做完之前不许看电视 今天不准出去玩 成假结束前面休想再碰成绩了 几乎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 都遭遇类似的禁令 我们在这些条条关系的控制中 认知对错 树立价值观 不断成长 这种管控在成长过程中 似乎是必要的 但很多人发现 母亲的控制会延续到自己成年 甚至是成家以后 很多七零八零九零后 成年后和母亲之间的矛盾 都和这种控制不无关系 在你眼里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 婚姻是问题 身材是问题 接不接电话 生不生孩子都是问题 母亲这种一个叫的挑策 而控制低级的徐一万 是不是像你的日常生活中 试图摆脱母亲控制的儿子们了 这场景乍一看 这儿子还真是怪可怜的 但再想一想 母亲好像也没错 确实你徐一万的婚姻有问题 确实你身材管理的不好 确实你没接电话 确实你也没生出来小孩 要是能够在这件事上面 自己安排妥当了 老母亲用得着操这份心吧 所以我现在要控制你 正是因为关心和爱 她才忍不住要干涉和控制 甚至事无据悉道 直接把徐一万逼道开始咆哮 甚至对自己的母亲 开始了人生攻击 我现在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喝酒了 就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管着他 他根本不是喝酒喝死的 他把你气死的 你说什么你 我对我妈说过类似大逆不道的话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跟她吵架 我就跟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不对你真诚吗 因为你这个也要管 那个也要管 什么都要管 他当时混杂着委屈 耻辱和难受的眼神 我至今都忘不掉 他当时并没有打我 但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他有充足的理由 给我一巴掌 我知道这里肯定有人跟我说了 每个人能力不一样 状态不一样 有些妈妈就是管太宽了 再说了这些问题 儿子能够自己解决早就解决了 母亲的唠叨很多时候 完全是添乱 火上浇油 我认同 这个在电影里也一再点到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也不是你能解决的 那你能不能解决啊 我能不能解决也不要你来管 我是你妈 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问题了 我能不管 出于我是你妈呀 我不管你谁管你的母性本能 很多母亲会开启 揪根揪底的盘问 这种满到易出的 主观的碍于干涉 往往会刺激儿子 开始歇斯底里 我真的受够了 在交流过程中 不少妈妈们的问题在 陷入了为你好的惯性逻辑中 他们会选择性失聪 我刚才跟你说 我不喝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说话你耳中听得见吗 我说话你听得见吗 许多妈妈要么干着急 要么瞎操心 沉溺于自己的逻辑中 完全听不进去孩子的解释 这导致很多孩子都会在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的这种 无奈中放弃了和母亲的沟通 关键点 沟通 母子关系如果出的不好 绝大多数时候 身为沟通方式出现了问题 有效的沟通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互怒 我说过你的强迫症 你疯了 还有你的疑心病 你给你管一个德行你 不是动不动就不耐烦到恨不得立即开启超级自闭形态 明明可以说 好了不要再说了 非得说 明明可以和气地说 我得出差去 有及时要处理 非得没好气地说 很多人要到人生的很后面才能够意识到 自己这一辈子把好脾气都给了陌生人 而把坏情绪全部给了亲人 并为此追悔莫及 要和亲人做好沟通很难 这个我知道 但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这辈子必修的课题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你和家人的生活幸福感 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是 沟通时要将心比心和换为思考 我青少年的时候 没少对我妈的行为知识点点和平头论足 我知道我的很多话会像刀哥哥一样 在他心里留下永远的伤疤 长大后不断去回想 不断去换为思考 就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的是太年轻 太愚蠢 但无论吵得多么激烈 矛盾多么深厚 关键时刻 总是愿意折损自己 甚至牺牲自己来保全对方 这大概就是母爱与亲情的感人之处了 更多细节我就不剧透了 目前电影在西瓜视频 今日头条和抖音上面 搜索酒妈都可以免费观看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 以及总是和母亲或孩子 处不好关系的大伙伴小伙伴 都可以去看一看完整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细评 徐一万在片尾的那段话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个个体都应该是完整的 爱不是控制和索取 爱是接纳和尊重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 二九八八